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雕塑神域孔子与苏格拉底矗立于希腊雅典的古世纪遗址 现任中国美术馆馆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的著名雕塑家吴维山 在近30年间创作了600多座雕像 立在了东西方的大地之上 如何将雕塑艺术与中华美学精神融会贯通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日前 吴维山接受了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我曾经去意大利到这个威尼斯 在十多年之前 一个下雨朦胧的时候 我住在威尼斯的这个游船上面 我就突发气象 如果大凤棋来了 好才说 我们上了大凤棋的一条船 在船上听他讲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但是如果说 吴维山来了以后 两个都存在藏宝 在他们之间会讲什么 大凤棋 他是手指着天 强调天理之光 强调科学 强调自然规定 吴维山他不是这样 吴维山一手拿着一个拐杖 下地计 上去天 在天地之间 他寻找人与天之间的 有由自在地 何以怪系 所以这两个脸纯雕塑分辟着 代表着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地 也体现了他们的相同 因为同样是在石头之路的上面 就是一种对话 这种对话是超越世界与空间的对话 中国的东方艺术 可以总体来讲 它是一种异乡性的 是一种写意性的 它是以异为出发点来塑造艺术形象的 而西方像大卫 大家知道 大卫的雕塑 我就站在他的那种米肯朗基隆 要创作 把生命从石头中解放出来的 这种强大的人文主义意识 中国的艺术是在田地人之间的一个广阔 无垠的宇宙精神世界里面 经历了自己的精神工病 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雕塑艺术 艺术是一样式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我提出来写一雕塑 这个写一雕塑 这个一就是中华文化之一 它要达到新神具备 它要把中国的哲学 中国的文学 中国的史学 以及中国的造型艺术当中的书法 绘画 雕刻 等等 这些意向融进到 雕塑艺术当中去 它不只是东方人 它也吸收了西方的写色主义 和20世纪以来 西方在现代艺术创造当中的 四角艺术革命当中 这个信仰式的这种建立 所以它英党来说是一个开放的 它是融合古今中外 打通各艺术学口 是一种广泛意义上 具有保隆性的一种文化概念 充分体现我们的文化智信 而这种智信是幽率而外的一种战略 我觉得东西方文明 通过美来传播 实际上应该是通过这个艺术 特别是那些经典艺术作品 它的丰富的文化含量 它实际上是一个民族 一个时代 它的一个记忆 所以中华文化向世界走出去 艺术的传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艺术的这个传播的渠道 我们应该要通常 所以中国美术馆成立了石头之路 国家美术馆 成立了金转国家美术馆 我们在这样两个柠檬当中 我们不断地加强于世界各国之间的离析 艺术教要把自己的生命情感融入到民族 伟大的文化洪流当中去 我们对世界讲话的时候 才有底气 才有力量 也才有掌揽 也才有影响力